哈喽 大家好 我是美国洛杉矶领先地产的追适牛 我今天带大家来到齐诺这个城市的一个新盘 建商是来那儿 这个盘很大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价位非常的亲民 只有不到70万 三房三位和四房三连五位一共有三套户型 它是坐落在齐诺这边很新的一个社区叫Preserve里边 那目前的售价也是它前几期最低的一个售价 那一共有三套户型 我们等一下带大家走进去看一下每套户型的内部的结构 OK 跟我来 OK 那我们看到依次这边有三套样板间 一 二 三 那我们先从这个第一套样板间这边走进去 好 我们一号样板间还没有进门之前 我们看一下啊它有一个前厅 有一个前院 还是蛮宽敞的 那我们从这边走进去 OK 我们一致停的左手边是它一楼的一个呃一楼的卧室 那这边有一个写字的呃写字的空间 办公区 然后步入室的衣帽间 这是一楼的一个全域 哇 这个它的厅是高调的一个大厅 然后从这边是非常宽敞的坐地窗出去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小院 厂开式的厨房 这边是早餐区 呃 这些柜子是它的交房标准 那颜色也有三种不同的款式可以选择 那这边出去是它的车库 然后这有更多的储物区间 那一般美国房子的楼梯下面都会设计成这样的一个空间 非常的呃空间利用率非常的好 然后沿着这个楼梯我们走上去 那一上来有一个二楼的小厅 loft 这个就是很适合这个家里有小孩子的可以在这边当做休息室或者是游戏室 我们从上面调往一下这个一楼的这高条的这个全景 好 呃洗衣房也在二楼 然后这里有一个二楼的侧卧 然后这里有一个二楼的侧卧 这是侧卧的浴室 我们最后来到祖卧 这是主人的浴室 非常的宽敞 ok 一号样板间是三房三位 每个卧室都有自己独立的卫生间 一进门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高调的这个大厅 两车库 它的使用面积是1838尺 两个车位的车库 目前的售价是不到70万 那么对这个户型感兴趣的小伙伴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来帮您预约看房 好的 我们接着来带大家看二号样板间 二号样板间一进来也是非常敞开的格局 这个是它的living space 我看到非常的高调 一共是两层的ceiling 同样有这个早餐区 然后非常规整的厨房 然后这边是车库 我们打开看一下车库的样子 所以是双收位的车库 然后这个是一楼的todron半位 然后这个是一楼的todron半位 号内卫生间的一个卧室 然后有自己独立的这个衣帽间 好 我们沿着楼梯来到二楼 那一上来是二楼的一个侧卧 我们看到有这些壁纸 还有这些吊灯 那么这些是不是在这个交方标准里边的 交方标准基本上只有这些上面的这种筒灯 然后二楼的另外的一间侧卧 在它的对面 然后他们共用的卫生间 这样的设计就是很好 他们没有说各自有共同的一面墙 那么卫生间又在 刚好在他们的中间 所以互相是不打扰的 那这是二楼的一个活动区域 小loft 然后从这也可以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这个二楼的高调的空间 然后洗衣房是在它的二楼小厅的对面 也是跟卧室是分开的 这样也是起到很好的隔音效果 最后看一下主卧 主卧是在二楼的最底边 那这个角落就是它的主人的浴室 设计的非常的精致 OK二号样板间是四房3.5位 也是双车位的车库 总面积是1947尺 目前的售价是70万左右 取决于它的位置 那么对二号样板间感兴趣的小伙伴 你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 我们来帮你预约看房 好的我们最后带大家看一下三号样板间 三号样板间一进来是它的半位 厂拍摄的厨房 然后也是高条的这个大厅 那么它对面大厅的对面是它一楼的 现在是一楼的办公区域 也有个套内卫生间 这个全域 我们沿着这个楼梯 来到二楼 二楼也是敞开式的格局设计 因为有一个这个二楼的大厅loft 高条的这个空间 洗衣房也是在这个loft的旁边 然后第一间侧卧 它布置的都是很好的 这个样板间都是有设计师 这个设计非常有风格的这种 像野催一样的设计 然后二楼的第二间卧室 像是一个婴儿房 然后它们共用的卫生间 主卧也是非常的宽敞 很大的衣帽间 最后是主人的浴室 对 OK 三号样板间 我们也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三号样板间也是四房三连五尾 它的总面积相对大一些 是2040尺 也是双车位的车库 而目前的售价是在70万出头 那么这个社区 刚刚也是跟大家 介绍过是奇诺城市 但是它位于的是奇诺刚 非常好的高中的学区 所以既是一个学区房 也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 精致户型的这个独栋别墅的选择 那么对整个这三套样板间 这个户型感兴趣的小伙伴 您可以尽快联系我们 因为这一套盘一共只有60套 那么现在已经卖了16套 预计在明年年中 也是全盘都是会售庆 那么现在的价位也是前三期非常低 那么感兴趣小伙伴 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为您的预约收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